市長 市長多一個選擇 並不是要求國人一定要食用 你可以不吃 但我一定進口 不管反對聲浪多大 蔡政府要堅持迎接美國萊豬 求鬥六萬人上街怒吼 反彈聲浪也反映在民調上 根據全國公信力民調 高達七成民眾不贊成萊豬進口台灣 更有72.3% 不認為讓美國支持台灣 就應該開放美國萊豬進口 與七成受訪者持反對一切 到底怎麼開放 我們要如何開放 如何的茶場 我們到底獲得什麼利益 這些東西都負之缺乳 一切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開放 所以說我們台灣在這一波 開放萊豬的這樣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甚至連得到什麼利益 連利益交換都不如 拿全民健康交換萊豬換台美MOU 卻說不清具體利益 不只一份民調 親綠的台灣民意基金會調查發現 六成七民眾反對開放萊豬 現在多份民調數字都顯示 台灣六到七成民眾拒絕萊豬 反萊豬是台灣的主流民意 故事是一個單一的支不支持 美牛美豬的進口的問題而已 它還牽涉到整體國家的利益的問題 那整個執政團隊決策者 要注意的就是國家最大的利益 是我們最重要的考量 不是荒牆走板 就是前後矛盾 反正就是要硬幹 然後把人民當笨蛋 當傻瓜 被藍茵痛罵良心變黑心 愚民政策把毒藥當藥部 如今蔡政府持續堅持態度 恐怕再多怒吼 執政黨就是聽不到 記者詹潮成成為員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蔡政府 關中天 言論自由已死 新聞自由已死 請立刻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中天電視YouTube頻道